哎,大家好,今天是12月31号了,零下一度吧,猴哥来给这个客户啊,收一收这个全户院 因为这个房子挂牌上是要卖的,昨天我和儿子来把他用瓷给清干净,盖儿给盖上了 今天猴哥不要书也给你清干净,把这张树给修一修 这猴哥的收割之作,今天是12月31号了,上午的9点钟猴哥来干,以后把这树给修一修 这个房子要卖,因为这个主人呢,猴哥印的,原来找猴哥干过三思魁伙 这回因为不是主人找,主人好像在国内呢,经济找的猴哥,完了猴哥来干个收拾手 好了,2023年猴哥今天也算完美收割吧,也算收割这做了,就这趟树墙给修有 院子给收拾干净了,就挂牌了 所以猴哥这也算完事了吧,今天我自己一个人来干,这活也不多 好了,猴哥又收拾,这房子,我猜呀,猴哥这般人我是不懂这个房产这块呀 我觉得这个房子应该在260万左右吧,肯定的,这个地角很好,这是愚人村 这个位置不是大用,所以很好的,原来主人在的时候,这院收得非常干净 我已经给他干过好多次活了,因为现在这回来我没看见主人,这个经济也不验手 我不知道我,给他干过活,原来这后有个树,猴哥砍的,现在树哥还在那块 小月特别漂亮,这是冬季啊,如果夏天这月相当好了 好,猴哥身后的大用词 哎呀,好了,猴哥得干活了,2024年见,好了 猴哥活了都给他干完了,树墙给修了 哎呀,猴哥干活了,2023年完美收割 最后一份活,三人一样 好了,猴哥得走了 好嘞,猴哥的院都给收拾了,树叶都给他扫了 这房出售,有买的,往这用心吧 好了,猴哥干完活了,最后一份活 2023年12月31号,中午11点,猴哥完工了,回家 来买点菜,今天安格斯都在鼓 买菜回来了,一会儿歇车 我回来就干活 你冷不冷啊,穿短袖啊 你这不是老蒙蒙叨叨的呢 这不肿大了,老抱怨你,口气你 我这给你录录一下,干活都不对你 这事这么多呢? 对我报告,猴哥今天完美收割了 最后一天,干最后一份活 你天天最后一份活,完了还干? 挺好 昨天说最后一份活,今儿又是最后一份活 今儿三日一号,不最后一份活也不行了 结束了,二、二、三天 日历是没有了,日历拿下来 要翻日历给我吵架,就把日历拿下来 这区你给他买货,今天就不给 有,那天跟他哪儿,都没想要了,忘了 那没有了 我们俩下午上Costco来了 看这样停车地方都没有 2023年最后一天,人太多了 再来看看吧,凡我个 今天上午上华人超市,我买一些菜了 这块实在太多家,就不进去了 家人物的缺老多了 那天买两套扒麦馆,回去一看 太沉了,脆掉了 好净吃的呀 十二点两盒是吧 这妈这个,挺好的她买一个就三个 好的 不用我装啊 不用我装,今天公司后老多人了 现在又有车位了,刚才来的时候 明天七年,那里面也是老多老多人了 这些东西都空了,户架里的,都干劲了 哎呦,我今天不想来的 后来那两箱盘子完给她退她 饮多少天了,这天 大雪一会儿 那天来场大雪,然后来个艳阳高照 白衣的黄颜颜,这啥天呢 好家了,卸车 卸车往哪儿先 我去这,拉一袋有个车库里吧 不用 上回买咖啡买错了 这几天喝的都是没有咖啡因的 喝完了,可困了,啥事不当 像啥,干啥的 我都自己愿意,切鱼 切的都像样了 哎呦,大雪到了 哎呦,哎呦,靠妹妹跟小嘴 哎呦,大雪啊 昨天那靠 看我大雪 看我大雪 大腰,哎呦,吃吧 来,小妹妹,吃饭 这两天可累快了,歇歇吧 正好放假歇歇 好,小妹妹,你给妈买龙舌来了 酱牛啊,怎么不够 喝点吧,喝两口 吃啥酒 爱吃 新年了,准备 一个人一个 大姚,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大家都努力 告别就二十二十三年 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是,大家的学业有成 大家的学业有成啊 身体健康 国内的家人们都身体健康 好嘞 怎么了奶奶 这蘸地打房子了 这几点呢 地打 大姚 大姚 后期母帝 香港人开了花园的 那不是花园,这是森林 大叔老高了 他是个山谷 那个地方应该 对 是山谷 奶奶和大孙 隔桌香吗 两个人 哎呀 大姚现在看 丑自己的笑呢 丑自己的笑 哈哈 牙都露出来了 哎呦 又笑啥 啊 就愿意看两个小姐姐 你这一看他俩就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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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你这个 哎呦 你这么湿脚 你腰难不敢伸步啊 哈哈 大姚 大姚 这猪肌里又得被他爸爸吸引过去了 大孙回去了 坐车里了 不跟你见了 再见 大孙了 嘿嘿 新年快乐 下雪了 下雪了 下雪 摇着它 冷,摇着吧 走 猴哥熟这地方呢 熟这地方呢 干啥呀 哎 新年了 跟国内这猴哥这些网友说几句话 给大夫拜个年吧 这一年了真的很感激这些网友 一会儿坐这壁楼跟大夫说了 烧的这热我还得开窗开门放 新年快乐 热了 热了 挺烤的 掌门眼都烤了 新年的前夜下雪了 瑞雪照封年 脸这么宽缝 我也在开开不大 烧了 烧太热了 太热了 你说这得开窗放开门放 哎 大家好 给大夫拜个早年 这是加拿大的当地时间是 2023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7点半 国内的时间就是2024年的早晨的1月1号的早晨的8点半 就是这么个12小时 13个小时的时间差吧 侯哥侯嫂我们俩 好长时间也没跟大夫说话了 给大夫拜个 因为加拿大的地方 就是个圣诞节嘛 人家加拿大的主要节是圣诞节 中国当然不过这个节 中国过的是春节嘛 在加拿大这个节已经过完了 明天就是加拿大的新年 翻译成英文就是Happy New Year 今天侯哥去买酒去 都是Happy New Year 侯哥也得说Happy New Year 因为入乡随属 因为咱们毕竟在淫历的国度里 在淫历的国家也得随着人家说吧 侯嫂说两句吧 感谢大家 这一年来又是对侯哥我俩的支持 做视频已经四年了 四年零一个月时间了 这些网友真是铁粉 一直支持侯哥俩 我有时候都觉得挺惭愧的 这视频做的呀 乱蓬蓬的 也没有说像人家这里那么精美 哎呦 这好考虑 不是 不想费我支持老伴 坚持了四年视频 断更了四次 是不是 好像四五次 四五次吧 我老伴已经很优秀了 农村小孩 能把侯哥带到这儿来 领着我一步步里 我已经很知足了 侯哥他和老伴 大伙子从网上也看到了 谢谢 谢谢啊 夸张我 不管这个侯哥 真的很感谢 很感谢这些粉丝 真的 就有个改名老费劲的 还有那个是什么 真的 不知道是哥哥姐姐 侯哥没法用语言去感谢你 但是侯哥心里还有下雨天了 侯哥躺在床上一看 真的这些老粉丝 几年了都陪伴侯哥 只有你们的点点滴滴 才能见成侯哥今天到了十八万 十八万九的粉丝 是吧 侯哥也很知足 这边长那边皮就掉 也不知道啥事 但人家的粉丝啊 不在于多 在于精嘛 真的从心里默默的祝福侯哥 侯哥有什么事儿 像今天下来 侯哥累得摔舌了 那些还有好多不让侯哥干 侯哥因为没有办法 就得干 你说侯哥要不干 就展一 我来加拿大今年到今年四月份 就是十三年了 好用展这么点基础 在杜伦多砍出之外 也算是 侯哥不是催牛 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如果扔了 真的可惜了 侯哥真的很感谢你们 没有办法 只有干 你看那一国他乡 你又不会赢 又不想干活 没有那好地方的 行 完了这今年这步 我也是给房子收拾收拾 我想一点一点 这个转转行 要侯哥一点点撤下来 暂时是撤不下来 因为这个侯哥干这个 毕竟比干别的还能多挣点 这一夏天 从四月份 四五月份到秋天 十月份吧 这个时间 但是我现在也是在努力的 一点一点就是 就把这个接替下来吧 也是请大家放心 不能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也不用过分的见 侯哥和少爷当爷爷奶奶 也会珍惜自己的身体 大家都那么关心 侯哥 还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 就在私信里 告诉别让侯哥干了 侯哥我说也不听 但是说呢也是 也确实是现在生活中 确实还是需要挣这笔钱来 来还这个各种贷款费用 现在物价也高 如果这不现在也收点小孩 完了我想把房子装修装修 看看靠这个房子能不能 出点钱啥的一点点 就把他这个活接替下来了 年龄大了也干不动了 干完回来也是啊 也累的就是 我看的心里也不得劲 确实累的年龄大了 因为侯哥现在干活 有时候累别人 让骨头都疼 侯哥疼尿病 今年都二十一年了 再说有好多问题 问侯哥怎么办 侯哥主要是干活 一定要靠自己的心情 心情好自然就好一半 这个没有办法 大伙也不要过分 你便宜 跟于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 太考虑了 行 今儿就先说这些吧 为啥在火炉面前做 大伙也开开心意的 火烧望运嘛 大伙都旺旺旺清晰的 也祝大家在二零二十四年 都是就像这个炉火似的 越小越旺 兴旺 大家家也兴旺 人也兴旺 事也兴旺 方身体各方面都兴旺 好 每个人生活一杯都不容易 都注意点自己的身体 侯哥和哨已经很自主了 从黑龙江农村一步步走了 我们儿女也成家了 侯哥和哨也当爷爷奶奶了 也自主不能老心过渡的事了 人一定得动 干活劳动 挣的钱花子 问心无愧 这个是没错的 谢谢大伙这么想 谢谢虎哥和哨也 这些网友真的很好 谢谢你们了 谢谢 祝大家 2024年 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好了